印度加以國踏市正施工的橋梁倒塌 造成至少14人死亡,幾十人受傷 針對布魯塞爾襲擊的調查又獲得新證據之後 比利時手上周圍的保安措施已經加強 50個國家代表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 出席奧巴馬總統主持的核安全峰會 聯合國人道救援協調員呼籲國際社會 捐贈一億多美元解決索馬里干刊導致的飢荒問題 南韓憲法法院星期四裁定 維持嚴厲懲罰賣淫者和嫖客的法律 南韓憲法院星期四裁定